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知乎上有个问题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 有个高赞的回答是 好好利用你在家的时间 人因宅而立 宅因人得存 人宅相符 感通天地 人这辈子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是在家度过的 所以在家怎么过真的很重要 一个人的眉眼能伪装 微笑会撒谎 但他待在家的样子不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家的模样就是你灵魂的长相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的层次有多高 你就看他独处时的样子 诸葛亮不出茅庐 就知天下三分 江子牙为水垂掉 临渊不限于 只限文王 真正的高手 身在远山丛林 心在庙堂垫壁 你待在家里的样子 暴露了你人生的格局 命中的风水 一个人有没有成就 看他在家里的样子就知道 房事干净 心灵通透 庄子说 虚式生白 吉祥直指 房间空旷才会明亮 一个敞亮的房间 才会有好运 源源不断地涌入 如果房间里堆满杂物 就会闭塞不通 光亮也无法透进来 阻碍了好运的到来 这就是庄子的风水观 古人常说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只有宽敞的房间 才能通风 清静的地方 才会有干净的水源 所以居家环境干净整洁 住在房间里的人 自然也能受好的风水滋养 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 并且干净 前段时间 合租的室友搬走了 据说是因为被公司辞退了 我有点疑惑 毕竟每次在楼下遇见他的时候 他都是一身西装领带的打扮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被辞掉 我曾在房间里 碰到过这位室友几次 他每次都是一副不修蝙蝠 困意满满的模样 有一次我去找他借东西 他打开门的瞬间 房间里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地上 沾了汉子的白衬衫和西装裤 散乱地蜷缩着 桌上 外卖食品的残渣油渍 让原本洁白的桌面 斑驳不堪 凌乱不堪的床上 还放着几楼崭新的MBA复习资料 一个人 如果只有浮于表面 做给别人看的精致 而没有一点 深至于内心的 自己真正想要去坚守的东西的话 是很难走得长远的 毕竟真正高层次的人 人前过得精致 人后也活得讲究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 现在是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每周末 当我们还在不觉的时候 她已经早起练完了一整套瑜伽 当我们还在思考去哪玩的时候 她家里的花花草草 已经修剪了一半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喜欢往她家跑 不是因为她家房子大 装修豪华 而是因为那种井然有序的干净 能让我快速平静下来 去思考生活的意义 多少人 人前精致干净 体面无比 人后却邋遢懒惰 得过窃过 又有多少人 在外是光鲜亮丽的白领精英 在家却成了连贴身衣物 都不爱喜的乱世佳人 他们不知道 有一种高层次 叫人前精致 人后也讲究 他们不明白 一个人待在家的自律 才是最顶级的风水 真正厉害的人 在外在家一个样 一个人想要活出干净 首先要身在干净的环境里 干净的环境 才能够铸造出清净的灵魂 所以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不妨抽出一些时间 搞一搞卫生 让房间干净 室内通风 你身处的房间干净了 你的内心也会随之明朗起来 独处的样子会暴露新兴 古时有一个名叫王密的官员 为了贿赂朝廷命官 于是深夜怀揣黄金造访 当他献上金银时 被贿赂的官员问他 你这么做不怕被人知道吗 王密看着四下无人的环境 笑道 这里只有你跟我 又怎么会有其他人知道 这位叫杨振的朝廷命官 说出了千古名句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何谓无人知 猜根坛里写 青天白日的结义 多自暗事乌漏中陪来 很多人前的风光亮丽 掩盖不住人后的龌龊烟杂 真正高贵的人 越是在独处时 越懂慎重自想 陈道明在自传 《做点无用之事》中描写道 进入中年后 我迷上了画画 没有门派 不讲章法 摸好墨汁 破好宣纸 手握画笔 然后打开地图 回想多年来拍戏道国的地方 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 我还爱弹琴 从小就热爱 每天我都要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练钢琴 与许多演员相比 独处时的陈套明 不像个演员 更像位修行者 在这个喧嚣复杂的社会里 活出个独一无二的世界 古人云 君子慎毒 不弃爱事 所谓的君子 不单是在人前显贵 更可贵的是在人后 毅然保持风雅的状态 《礼记》中说 莫见忽隐 莫显忽微 一个人 想要获得成功 就要从细微之处入手 即便是在无人之境 待在家中独处的状态下 也要做到 谨言慎行 谨笑慎微 在家的状态 是人生的风水 每到小长假结束 我都会听到同样一句话 几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放假之前想去的地方 一个没去 想做的事一件没做 都躺在床上打游戏了 过度娱乐的状态 已然成为复古之躯 悄无声息的 磨平现代人对生活的热情 但相比之下 你也会发现 在身边也不乏 说走就走 说干就干的人存在 越成长 越懂得 主导命运的人 从不在表面努力 而在暗自较量 前段时间 北大食堂的 占饭图走红网络 在北大食堂里 随处可见 站着吃饭的学生和老师 他们通常只在食堂里 逗留三到五分钟 还有学生和老师 一起站着吃饭 研究课题 将饭菜合着芝士 一起下肚 有网友感慨 北大学子都这么拼 你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 前段时间 朋友晨晨发了一条朋友圈 成功上岸 总算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 配图是一张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 我震惊不已 好友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 是公司绝对的业务骨干 平日里工作忙得不行 竟还能抽出时间 来准备司法考试 直到前几天 我们偶然遇到时 聊起这个问题才知道 原来 由于疫情原因 他在家待了小半年 但这小半年 他一点也没闲着 跑步锻炼 种花养草 读书看棒 烹饪瑜伽 外家每天固定学习八小时 我问他 你不累吗 他微微一笑 只回了我一句话 比起无所事事的心累 我很享受这种 忙忙碌碌的身体之泪 听到这话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年来 我和他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当我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玩 假期去哪儿浪的时候 好友却在读书 学习 提升自己 当我还在吐槽影视剧中的情节 心疼聚光灯下的偶像时 好友已经拿下了司法考试 他用行动告诉我 一个人活在世上 最可怕的 不是身体上的忙碌和疲累 而是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 而学会利用自己 待在家的时间 是一种了不起的软实力 突然想起 我的前半生里的一句台词 人哪 不能太险 得有事做 既能排有解闷 关键时刻 还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是啊 好的人生不能太险 而待在家的时候 就是自己最好的增值期 人生苦短 生命都在日复一日的 光阴流逝中消散无存 你躺在家中 无所事事的时间 是多少人渴望不来的宝贵光阴 真正想要成功的人 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段 可以努力的时光 正如古人说 劝君莫吸金律衣 劝君吸取少年时 少年时光难再续 莫让宅家的时间 荒废在打游戏之类的事情上 文学家大宅壮曾说过 你的脸暴露了你人生的履历 在我看来 你待在家中的样子 也一样是你未来的人生风水 往后余生 愿你能充分利用闲散的时光 珍惜每一份光阴 要相信 你做三四月的事 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你给予生命的清晨时光 命运必然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报偿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在 печ讨论转发 aber影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